那么接续上一周跟大家分享的 在探究真理的一个旅程 我觉得在学习佛法的过程里面 这个佛法当我理解了这个佛法的时候 就好像我们拿到了一把钥匙 要去开启我们对生命的一个理解跟探索 它可以让我们从迷到物的一个过程里 那在上一堂我们认识了苦空无常无我之后 那么在接下来这一堂课里面 我想从大师在人间佛教佛陀本怀里 进入第二章在根本教义的其实第二个小章节 里面就谈到的是大乘佛法的圆满修行 什么是大乘佛法的圆满修行呢 大师说六度般若密就是大乘佛法的圆满修行 那六度有什么呢 有布施 慈戒 忍辱 精进 禅定跟般若 那么我想要用跟上个礼拜一样的概念 来跟大家分享 当我们对于外在世间环境 佛陀所看到的世界跟我们为什么会不一样 是因为我们反复众生就好像拿了一个凹凸镜 在看待外面的世间 而佛陀他就是如实的去看到了所有的一切 如实了之 那所以当我们听到的所谓六度波罗蜜的布施 慈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般若 当我们听到布施的时候呢 大家会想到什么 一般我们相信有人听到布施就会想到 这个又要叫我给人了 是不是有这样子的感受 或者让我们会觉得好吃亏哦 为什么要叫我布施呢 感觉就是一种很吃亏 好像就是要给予 就是我会扫掉的这样子的感觉 可是当我们重新来认识布施的时候 当我们把凹凸镜拿掉 重新来认识布施 那佛法里讲的布施指的是什么哦 佛法里讲的布施有财布施 法布施跟无畏施哦 无畏施就是在台语讲的 就是不要害怕给你安全 无畏哦 不要害怕这样子哦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哦 大家有没有想要请人吃饭过的这样子的经验 就是我请客我请你吃饭哦 我相信一定都有这样子的经验哦 但是呢 我曾经大家觉得 我说要请你吃饭 是不是每个人都会答应 其实不一定的对 有时候我们想请人吃饭 他说啊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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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拒绝过的经验哦 其实大师就告诉我们啊 我们请人吃饭呢 有时候别人愿意来接受我们的邀请的时候呢 我们还要跟他说呢 感谢你啊 感谢你接受我的邀请哦 谢谢你来圆满我们这一段的友谊哦 这是也就是当我们想要给人的那一刻 不一定别人会愿意接受的 所以施者就是一个不施的人 跟接受的人 施者受者等无差别 所以当信徒来供养给寺院的时候呢 那么作为出家人 就是要用法来供养给大家 就是财法二施啊 等无差别哦 在有财不施法不施之外呢 还有一个叫做无畏施哦 就是不要害怕就好像当我们感受到很无助啊 或者是我们很害怕的时候呢 我们都会称念观世音菩萨对不对 菩萨给我们的就是那种无畏施 我们称念的菩萨就觉得我获得了安全感哦 获得了保佑 就好像我们作为父母的 当我们有告诉孩子们 哎有爸爸妈妈在不用害怕哦 这就是一种无畏施哦 其实我在佛光会里面哦 我看到好多的今天在线上的信徒 也有穿着我们的佛光会会服对不对 在佛光会里面啊 我们有督导啊 有会长 我常常会看到我们的会长啊 就是一看到啊 督导来了 会长来了 督导会长给我很安心 让我不会害怕 我觉得督导跟会长跟干部们展现的就是 在这里的无畏施 就是让别人都很安心 不会害怕 不会害怕 所以事实上在人间佛教里面 我觉得在人间佛教的实践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从求到给的人生 我们还没有学佛前 我相信我们都会到处的求神问谱 希望神明给我们指示 希望求得的是 智慧财富平安求求求的人生 可是在佛教里面 当我们更深刻的去理解到 因缘果报的时候 我们会重新的去看待 当我们想要有什么样的结果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先付出 要先去中那个因 所以也就在越学佛的过程里 我们的人生也会慢慢的去转变 我们会从一个求的人生 而慢慢的变为给的人生 给予的人生 也就是布施的人生 我相信也许在 有些人有听过这一则的故事 有两个人要投胎了 那其中呢 就问一个人 他说呢 我希望呢 来世呢 是能够去投身在给予的人生 那另外一个人说呢 我想要投身的是在接受的人生 当然愿意投身去给予的人生 人生的人呢 他就投身到了富友人家里面去了 而要希望能够一辈子都是接受的人生的人 最后他就投身到乞丐的家里了 所以我有时候在思考 所谓的布施 在我们有时候看 我给你的好像是我少了 我们会有这样子的感觉 但是我们在更深的来思考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当我能够给予的时候 其实是代表我很富足 我很富有 是不是这样子 大家可以想想看 比如说 如果我今天刚刚遇到了一件很难过的事情 我可能现在坐在这里 我都没有办法微笑 没有办法微笑 因为我根本没有心情或多余的微笑 可以来供养给大家 所以当我可以微笑的代表的是 我内在我是富足的 我是快乐的 所以我能够来给予给更多的人 所以我想这样子的思考 可以让我们重新的来理解 布施代表的是富足 代表的是给予 代表的是能够去让更多的人 能够有所利益 第二个 布施 接着我们来看看词戒 所有的信徒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受戒过了 我记得我在大陆读书的时候 我曾经在大陆读书 当时我的同学都会 因为他们是无神论者 他们就问我说 你们那么多的戒律 是不是太痛苦了 会不会很不自在 好像你把好多的戒条 绑在自己的身上 真的是这样子的吗 其实大师告诉我们什么 戒律像什么 他说好像这个戒律 就好像火车上的这个铁轨 有没有 大家可以看这个铁轨 因为火车要走在这个铁轨上面 所以才会安全 就好像我们 当我们疫情过后 我们可以在全世界飞行的时候 飞机在空中飞行 也是因为有一定的航道 所以彼此不会撞在一起 所以我们可以看看 现在在监狱里面的人 有没有 被关起来的这些 这些受刑人 这些同学 他们都是因为犯了无戒 杀身 偷盗 淫 妄 甚至吸毒等等 因为他没有守住这个戒律 所以现在反而才是真正的不自由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去看到 其实持戒 不但并不是一种束缚 而且才能够让我们达到真正的自由 我听过秘书长绝培法师 有一天他写了一篇文章跟我们分享 我在这里也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他提到 当时他从阿根廷 后来回来台湾 然后在南华大学是第一届的研究所 当时南华大学开办之后 大师有一次就有信徒要到南华大学去 他们说有六千个信徒会到南华大学 当时第一届的研究生 他们必须要准备这六千人所有的便当 所以他们一早起来十三个研究生 清晨起来就不断的在准备饭菜 煮饭 切菜 洗菜 然后煮菜等等的 不断的包便当 但是一直传来 菜不够 便当不够 不够 可是他们已经从清晨起来 就一直在煮了 就一直在煮 那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够 到底是哪里出状况了 那么在中途呢 大师就进来厨房 就跟他们说 你们要快一点 快一点 信徒没有饭吃 不够饭吃 当然呢 他们已经尽最大的力气了 但是还是不够 没有足够的便当给信徒 当时呢 他们后来研究生呢 就耳闻 大师呢 没有吃中餐 已经回到佛黄山去了 从南华大学已经回去了 不只中餐没有吃 连晚餐也没有 也不吃了 那这群研究生呢 后来呢 就隔天早上赶紧回到佛黄山 就大一跟大师道歉 就说我们不应该让信徒 不够没有吃到饭 就很惭愧跟大师 忏悔 大师当时跟着所有的研究生说呢 对我而言 出家人几百条的戒律 但对他而言 对大师而言呢 只有一条 就是不忍众生苦 就只有这一条 大师看着信徒来到了南华大学 没有便当可以吃 他不忍心 所以他忍受着让自己也不吃饭的 那么大师主要是要告诉屠众们 告诉弟子们 因为他在年轻的时候 曾经有饥饿 有饿过的经验 他不希望有任何的人 跟他一样 又要饿肚子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后来佛光山在 我们在台北 在台湾的台北 有一个浦门市 浦门市浦门大开 大师在创浦门市的时候 就规定随时都要有准备 一桌的饭菜 让到道场里的人 可以随时有用餐的因缘 甚至在我现在所在地 台北道场这边呢 在疫情前呢 我们在12楼 也每天都有腊八粥 也就是任何的人到了这里 如果他要吃一碗温暖的粥呢 都可以去享用的 那当然发展到后来 全世界的道场里 也都有所谓滴水访 有没有 就是让他刚好错过用餐 或需要用餐的人 可以来用餐 不要再有任何的饥饿的 这样子的状况 所以在大师一生的 那个实践菩萨道的过程里 就如同他跟当时研究生所讲的 他的所有的戒律 对他而言只有一条 就是不忍众生苦 所以我记得我们在光明寺里面 好像也有滴水访 我想这也是 为什么在全世界的道场都有滴水访 也许就是这样子其中一个因缘 所以在戒律的背后 其实我们看似是戒律 但是他带给我们的 其实是更大的一个自由 更宽阔的 当我们来看看 不失 词戒 第三个就是忍辱 忍辱你们会感受到什么 就会觉得很吃亏 对不对 当我们有时候遇到很多不满的事情 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遇到 那旁边的人就会跟我们说呢 你忍忍忍啊 你忍一下就好了啊 但是我们会觉得 为什么我们要忍受别人的批评 我们为什么就要叫我就要忍受别人的责怪 为什么我就要忍 我们会觉得 我的忍 你让我觉得我好吃亏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这是我们一般人对忍辱的这样子的理解 但是大师告诉我们 什么是忍耐 在当我们重新的去 我们重新的把凹凸剂拿开的时候 重新来认识忍的时候呢 大师说啊 其实忍耐啊 才是真正的讨便宜 不能忍的人才是失亏的人 那在佛教里就有把忍分为不同的层次 有生忍 法忍跟无生法忍 生忍是指我们在为了生活 为了生存 会有一些不能不忍耐的 比如说因为天气啊 因为可能很冷 可是我为了要工作 为了要求生存 我还是得起床 一大早得起床 不管是热还是冷 就是在生活上的酸甜苦辣 我都必须要忍耐 这是生忍 到了更进一层的法忍 法忍就更进一层的 他指的是我们不是会在受生活上的很多的别人赞美我们 或毁谤我们 或有好的利益给我们 或者是我很苦 我很乐等等的 我们已经不再为这些外在的不管是称赞 毁谤等等这些所动摇哦 为什么他会不再受这些外在的所动摇一般别人赞美我们说 你长得好漂亮哦 或者是你真的是怎么会这么有智慧等等 其实我们一般是会很快乐的 或者当有人骂我们说 你怎么那么笨 连这个也不会 当我们听到一定是会很愤怒嘛 可是到了法忍的时候 不管别人怎么称赞啊 不管别人怎么毁谤 我们都可以很平稳的去认识 法忍指的是 我会看到了 不管是称赞或毁谤我们 背后的因缘是什么 我用因缘法的来观看 不管是苦是乐是赞美是毁谤 是称激毁欲力衰苦乐 就是八风 就是不管是什么 我都用佛法看到其背后的因缘法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会如实的去认知 然后去化解去消除并且去转化 那这就是法忍哦 那无声法忍当然就是一个更高的一个境界哦 它会让我们更如实的去了解到一个不生不灭的一个状态哦 那我们要生存在这个社会上呢 当然我们唯一要有智慧的力量呢 就是要会忍耐哦 我想给大家看看这个哦 在古德哦 里面就说为忍能安哦 我们这个世界都需要和平哦 但是大家想一想 和平容易吗 我们从古至今 不断的在倡导世界和平 世界和平 可是当我们以为已经是要世界和平 可是根本就不可能 即使到了21世纪的现在哦 在上面这一章哦 我们可以看到的 在前几个月的俄乌战争的开打 即使在现在这个21世纪都还是有战争哦 会觉得很不可思议 当我们不断的在倡导和平的过程里 还是有了战争哦 但是作为一个佛教 当我们面临到战争 到底我们可以怎么做 在下面的这个在这一张照片 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这一则的故事哦 这个是呃 我们在国际佛光会 呃 东南亚的副秘书长绝尘法师哦 呃 也是在马来西亚东禅寺的住持绝尘法师哦 他在2002年2月23号的时候呢 因为在马来西亚有一些善因善缘哦 那他就得知呢 在阿富汗呢 当时又有了一些战争不安 那他刚好有认识的一些 基金会还有我们各种的善缘呢 跟外交部等等的 他就有了一个包机 然后带了五顿的各种的食物啊 物品哦 飞到了阿富汗呢 进行了人道救援哦 大家有没有想到当是一个战争的时候 这一位比丘尼这么的勇敢哦 他选择飞到了阿富汗哦 那当他下机后呢 要等待五顿的这个物资哦 卸货的同时呢 绝尘法师啊 就跟当地的代表 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一位代表呢 其实是塔利班的代表哦 他就看到这个塔利班的这个代表回教呢 他手上也有一串像我们一样的念珠哦 绝尘法师就跟他说呢 你们用了可兰金来祈祷啊 那么我们是佛教呢 我们用一部新金啊 来祝福哦 那我们一起来祝福阿富汗呢 不要有战争了哦 不要有病苦了哦 所有家中的老少妇女都能够很平安 好吗 那当然这个塔利班这个领导呢 他就答应了哦 那么他们两个呢 就一个一位一边呢 就送可兰金 那么我们从马来西亚去的这些法师跟这些贵宾呢 他们就送了新金哦 来为阿富汗的人民来祈福哦 接着呢 结束后呢 绝尘法师就跟这个塔利班的代表来说 我跟你交换念珠好吗 我们互相来为这里的人民来祈福哦 大家看到这个的背后 其实是不是有很大的忍耐 不管你当时的心情是什么 当时我记得绝尘法师说啊 他也有被别人质疑啊 他说师父啊 我们去把这些的物资 五顿的物资带去了阿富汗 可是我们的目的是 希望交给他们去转给当地受苦的人民啊 妇女啊 还小的孩子等等的 可是如果这些物资 没有交到人民的手上 而是在塔利班的手上 那怎么办呢 结果绝尘法师回答说 那也没有关系 因为在塔利班 他们也有自己的家人 也会有妇女 也会有孩子 只要他们能够用在帮助他们 就可以了哦 所以事实上就如同大师所说的 如果我们能够忍耐一点点的委屈 忍耐一点点的荣辱毁育哦 那么事实上天下才有办法太平哦 但是我想这确实是很不容易的一步哦 当然我们也要为 呃 绝尘法师 啊 我们也为大师哦 我们给他鼓鼓掌哦 带来世界的和平 我们来鼓掌一下哦 务实实戒忍辱 第四个是什么 是精进 对不对 那大家听到精进有什么感觉 我想每个人都很想偶尔偷懒 偷懒一下哦 所以我们听到精进就会觉得 啊 会不会让我好累啊 我觉得好辛苦了哦 还要叫我努力努力 精进精进哦 而事实上呢 我叫讲的精进呢 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很辛苦哦 但是事实上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哦 大家可以想想看哦 世界上任何一个的成功的人有没有 有没有哪一个人不是很努力来创造的哦 就好像俗语说的 如果今天黄金啊 他这样子随着流水哦 流下来的时候啊 我们也要起来把他捞起来 有没有 不然黄金也流走了哦 所以我们想要有怎么样的收获 当然就要怎么摘 就要怎么去创造那个姻缘哦 我记得呃 我们在佛光山台南有一个南台别院呢 有一位金珠菩萨哦 他的儿子啊 每天看到他的母亲啊 哇一到早起床啊 就到道场去服务啊 做义工啊 参加各种的社交课程啊 听闻佛法哦 然后每天都比自己还要晚回家 这个儿子啊就想说很奇怪 妈妈 我呢 经营公司啊 也没有像你那么辛苦啊 你每天呢 都比我早出门哦 比我还要晚回家 哦 你实在怎么会这么忙呢 你也太辛苦了 在儿子看来妈妈很辛苦啊 其实妈妈是很精进哦 角度不一样哦 那这个金珠菩萨呢 就跟儿子说啊 你呢 是在拼经济啊 我呢 是在拼我的来世啊 你在种植的是 现实的去赚钱啊 我在结的是什么 来世的因缘啊 所以我是拼啊 不是 你是拼经济 而我是拼来世啊 所以我们看起来 好像大家可以理解啊 就是那个意涵啊 就是儿子很努力的是在赚钱 妈妈呢 也是很努力的 但是我们赚取的是福报 是福德因缘哦 所以这个金珍 好像你以为我很早出门 很晚回来 看似是很辛苦 但是事实上 这个金珍的背后是快乐的 在佛陀告诉我们的法里面啊 有所谓的四种的金珍啊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PPT上面的 也可以在心里或念出来 如果你周围没有人啊 有四种的金珍 哪四种呢 为生之恶 令不生啊 以生之恶 令断除 为生之善 令生起 以生之善 令增长啊 我给大家看下面这个影片 这是一个法师做的 可是他透过影像 我想让你们感受一下 这四金珍 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那我会播一个影片 我们的心就像一个杯子一般 当我们的心 没有起不好的念头的时候 这时候 我们的杯子里面 装的就是清澈干净的百开水 这时我们要实时的保润这一杯干净的水 这就叫做 为生恶 要令不生 千万不要加入不好的杂质哦 可是有些时候 当我们面对境界的时候 我们会生气 会懒惰 会懈怠 会起贪心 会跟别人争吵 这时候 我们的这一杯水 就像被加入了很多很多 无悔的水一般 这时我们就必须停止 停止 停止 这就叫做 以生恶 要令断除 可是这一杯水 已经脏了 该怎么办 怎么样恢复成原本干净呢 就要为生善 要赶快令它升起 我们要不断的加入善的在里面 像哪一些呢 比方说 为人好 帮别人着想 帮助别人 多做的忏悔 乃至于是要做好事 说好话 存好心 看看我们的这杯水 是不是越来越干净了呢 这就叫做 以身善 要令增长 所以想一想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做好事 说好话 存好心呢 当然必须 因为这样子 我们就能够让我们的水 保持干净 清洁 让我们的这个心 越来越好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 我们再回来看到 这个四个精进有没有 为生恶 令不生 就是当我这个 如果我自己的心性里面 我没有这些不好的念头 语言行为的时候呢 我就不要让它在我的人生里面 有这样子 而如果我开始的去觉察 我有一些不好的习性产生了 或不好的语言产生了 或不好的念头产生了 那我们要赶快怎么样 赶快消除它 怎么断除它呢 就是我们要在注入清静的流水 注入做好事 说好话 不断的在这个过程里去净化我们 有没有 大家可以看想想再回想那个画面 为生之善令申请 如果我还没有的善法正法 或者是一些正向的念头 那我们要让它申请 如果已经有了 那我要不断的让它还要增长 其实这有就是佛陀讲的四精进 四种精进 布施慈戒忍入精进禅定 对不对 这是六度波罗蜜 就是如同我们刚开始讲的 这是大乘佛教修行圆满的六种方法 大家禅定 大家听到禅定会有什么感受 会不会觉得 禅定就是叫我们要待坐在这边 好像就是不能动了等等的 很呆板 我们那是可能就是好像叫我老生入定 就这样坐着 这样子的意思吗 当然 佛法讲的不是这样子 你看佛陀在灵三会上 他脸花微笑的 那个脸花的时候 大家设尊者就微笑了 所以这个禅 代表的是活活泼泼的 不是呆板的 是因为我们没有如实的去认知 如实的去了解 所以我们误以为他是一个呆板 甚至是枯作的 但禅不是的 所以大师就说呢 什么是禅定 什么是禅定 禅定呢 是安身立命的一个修行 甚至是一切六度的一个动力 推动六度前往的动力 其实是禅定 禅呢 他是活泼的 并不是呆板的 禅让我们在很专注在每一个当下 活在每一个当下 就好像现在所有的博光人 你们来参加今天的这一个讲座 现在可以看看你自己 看看自己 我们现在是活在这个当下 还是我在想着等一下我的 听完讲座之后 我中餐要去哪里买菜 我等一下要到哪里去 又或者我们又在想 我刚刚好像晚还没有洗 又或者我们就在这个当下 我就在听这堂课 活法要我们学习的 其实就是我们如何学习 让我们活在这个当下 去享受在这个当下 那么我们才能够去 活出不一样的人生 我想请大家思考一个场景 如果你们今天走到了家里面 那如果我住在公寓里 我住在公寓里面 那我要回家的时候 我走到了家里的门口 那我要按电梯回到 比如说我的家住在公寓的八楼 大家可以想象那个场景 一般我们走路的 我们从上班或从道场 回到家里的时候 我们会很快的用自动导航 就按了上 然后就到了八 然后可能就出来了 但是事实上在我们坐 按电梯 或者是要往上 一直到我进到电梯 我要再按 然后往八楼 然后出电梯 对不对 其实我们在做这所有的 动作的过程里面 我们常常并没有活在当下的 去做这些事情 我们是处于自动导航的过程里 也就是我们会很 好像已经很习惯了 习惯到 我同时可能也在思考别的事情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这样子的经验 就是走走走突然会跌倒 或者是在想一件事情 我明明我的家住在八楼 但是我按去了十楼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 其实禅定要告诉我们的就是 我们开始学习 我知道我在走路 我清清楚楚的知道我在走路 我知道我这一刻正在按电梯要上楼 清清楚楚的 我知道我现在正走进去电梯里面了 我清清楚楚的 我知道我现在进电梯后 我要按我的家在八楼 我按下去的那一刻 我清清楚楚的知道我按了前往八楼 到了八楼 我清清楚楚的知道我要走到哪里去 我清清楚楚的知道我的家到了 我正要拿取钥匙去把我的门打开 这个清清楚楚其实就是禅定的这个当下 可是我们更多的时候 其实我们并没有清清楚楚的 对不对 所以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 习惯到我们的念头是纷飞 而并没有活在这个当下 而我们在学佛的过程里 在学习六度波罗蜜的过程里 他让我们不失 持戒忍辱禅定 他让我们学习 是不是我们可以清楚的活在这个当下 而 不要去受到外境的影响 而这个是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修炼 我常常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 我常常看到大师啊 星云大师 又或者是我们现任中长新宝和尚 我都会觉得内心感受到他们带给我无比的宁静 也感受到那种欢喜 事实上我常常现在在台湾就近的跟宝和尚有一些姻缘接触的时候 我会感受到和尚他的一个很深的一个禅定力 能够去很稳定的去面对所有的人事物 而那个禅定就是他很真实的活在这个当下 可是这个容易吗 我觉得也不是那么容易 给大家看一个影片 来感受一下 等我一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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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被受到干扰 这其实必须要有自己训练一个很深厚的禅定功夫 我们才有办法 但是当我们能够有这样禅定功夫 一样的生活在世界 这个世间上 但是我相信看到的世界是很不一样的 接着我们要来谈谈波仁 波仁跟一般的智慧是不一样的 他并不是好像世间上的我们认为的小聪明 这些并不是波仁 而且他也不是向外求得的科学 哲学这些智慧 在大师告诉我们的跟佛陀告诉我们的 什么是波仁 他像什么呢 波仁像什么 像桥梁一样 然后能够让我们从此案到彼案 波仁也像这个锋刃 这个刀可以断除我们的很多的烦恼等等 波仁又像光一样 可以照破我们很多的无名烦恼 也像眼目 就是一切功德善法的一个根源 也像慈母 曾经有人问说 佛陀的母亲是谁 是摩耶夫人吗 当然不是的 佛陀的母亲是波仁 波仁他是三世诸佛之母 而摩耶夫人是希达多太子的母亲 所以波仁是我们的一个本性 是我们本来的面目 是向我们内治症的功夫 所以波仁如芒 五度如芒 波仁为岛 有没有我们有了这个波仁呢 才能带我们去到一个正确的一个地方 所以人生要有波仁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 大师说啊 在人间佛教的修行里面呢 我们每一个信徒都要做人都要能够健全啊 我们就要不断的来升华我们自己啊 我们要能够比过去的自己还要更好 那么在人间佛教的修行里 很重要的呢 就是要让我们修行六度万恨哦 这个菩萨道哦 六度呢 不失慈戒忍入精进 禅定般若 当我们呢 能够真正的是去实践这个六度般若密的时候呢 平常一样窗前月啊 但是才有梅花变不同 有些是当我们有了佛法一样呢 生活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哦 所以有一个禅师啊 禅门的有一个信徒啊 就问禅师啊 禅师禅师啊 请问呢 你是怎么修行的哦 禅师就回答呢 就吃饭睡觉啊 可是信徒说 我们也是吃饭睡觉 不也是修行吗 禅师说 那不一样哦 因为你吃饭的时候呢 会喜欢这个 不喜欢这个 这个好吃 不好吃啊 你睡觉的时候呢 会翻来翻去的也睡不好哦 那我呢 可不一样的 我吃饭就是吃饭 睡觉就是睡觉哦 所以这是不一样哦 所以以上先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大师所提到的 这个人间 那个六度哦 就在我们的人间里面来修行的哦 我想进入下一个环节哦 当我们认识了苦空无常无我之后 甚至我们慢慢的去理解 我们可以用六度波罗蜜啊 在我们的人生活中实践啊 也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下 我们每时每刻哦 大家都可以实践六度波罗蜜 比如说今天大家在这里线上哦 在这里听课 在这里学习 我们一起来共学 在这里大家在就在这一刻 我们每一个人也在修行六度波罗蜜 我们你们布施了自己的时间 所以你在修布施波罗蜜 慈戒波罗蜜哦 我们每个人在线上 每个人都用静音哦 不会去影响别人 所以我们也在修慈戒波罗蜜 我们在修忍入波罗蜜 可能哦 这个议题我听起来没有很兴趣 啊没过没关系 师父要我来这里听 啊我忍耐一下 等一下就快要结束了哦 我来修一下忍入波罗蜜 然后呢禅定呢 大家在这一个小时 很认真的活在这个当下 这个当下 其实就在修禅定波罗蜜 布施慈戒忍入 精进 就是我从十点到十一点 我很努力的 很精进的在这里学习 禅定 波罗 就是我希望透过这一个 听我佛法里面 大家也能获得智慧 哦 就是波罗蜜 哦 所以事实上所谓六度 波罗蜜的修行 在我们每一个人生活的这个 当下 随时随地都可以来实践 都可以来修行哦 因此我们会对自己产生一个 疑问哦 但是 我们这样子有神圣性吗 所以在接下来 大师要跟我们谈一下 人间佛教的神圣性的一个问题哦 我们会不会常常被问到哦 哎 你们在佛光山啊 人间佛教的修行啊 啊 每次呢 就是一直活动 活动 活动 都没有在修行呢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被问到 那我有时候也会去反思 那我们所认为的修行是什么 才叫做修行 我们认为过午不时 就是修行吗 过了中午不吃饭就是修行吗 是真的吗 你要反问自己 当有人问到你的时候 你要说是真的吗 那如果我们在佛光山的修行是忙到中午都还没有吃饭 这样算不算是修行 有人说早上要很早起床五点几点才是真正的修行 但是我们就要反问是真的吗 如果我们是忙到五点还没有休息 还没有睡觉 这样子算不算是修行 有人认为有些人都只有喝水 他不吃饭才是真正的修行 那大师就说呢 那鱼啊虾在水里啊 是不是比我们人还要有修行呢 又有人觉得呢 有些人只吃水果 这种苦恨呢 比较有修行 大师说呢 那森林里的动物是不是比我们还有修行呢 所以到底什么是修行 这个很值得我们不断的进一步去思考 并从里面去思考 所谓神圣性的这件事情 大师说啊 在人间佛教里面 如果我们能够有一碗饭来吃 这样子不神圣吗 如果当有人给我合掌 或者给我们一个微笑 一个点头的时候 这样子不是也是很神圣的吗 当我们肯给人布施 我们可以给人信心 希望方便的时候 这不也是神圣性吗 当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来落实做好事说好话 存好心三好 这不也是一个神圣性吗 其实我在当时听到大师这样子的一个诠释的时候 我还是在懵懵懂懂之间 一直到我真正负责的另外一个工作 是大师公益信托 新云大师教育基金 这个工作的任务的时候 我才重新的去理解 大师所说的人间佛教的神圣性 在大师在台湾有一个单位 叫公益信托新云大师教育基金 大师把他所有的版税 就卖书的版税 以及他写字一笔字 信徒请了一笔字的所有的功德款 都在这个公益信托里面 他是委由银行直接管理的 在这个公益信托 其中有一个有几大奖项 有教育奖 曾善美 三好校园 文学等等的奖项 主要是照顾以及鼓励这个时代的一些作家 教育家 以及照顾一些贫困的孩子 但是很优秀 都从大师的这个基金会去做了一些补助 其中有一个奖项叫做三好校园实践学校的这样子的一个奖项 也就是在全台湾各地的国小国中高中大学呢 他都可以提出计划案来三好校园来申请补助 来告诉我们他要怎么来落实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 也就是大家可以想象在这十几年的 在这十几年的推动呢 在全台湾已经有一千多所次的那个三好校园的学校 在各地都在推动的大师说的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 不知道大家听到会不会觉得很兴奋 就是他们不是佛光山所办的学校 但是他们认同大师三好的理念 而且把他拿到学校里面去落实 我们曾经有收到一份的一封信 他讲了一个故事 他说呢有一天啊这个学校啊 他那个学生啊他回到家里面呢 结果他的父母吵架了 他的父母吵架了 结果这个孩子呢突然对着他的爸爸说呢 爸爸你要说好话这样子 那这个爸爸就吓一跳了 哎奇怪了 平常都在都是我在教育我的孩子 怎么今天我反而被我的孩子给教育了 我在吵架他还叫我要说好话这样子 所以呢这个爸爸就想说那奇怪了 最近学校在教孩子们什么呢 怎么会突然他叫我要说好话 那么经过跟老师的询问呢 哦原来学校现在在推动说好话 做好事存好心 哦所以这个爸爸后来感到很羞愧哦 平常都是我在教育我的孩子 结果我今天反而被我的孩子给点醒了 要说好话 所以大家可以想到大师所谓的一个三好 这不代表的就是一个佛教 人间佛教的神圣性吗 一个三好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 他改变的不只是一个孩子 是一个学校 是这个学校里面的老师跟学生 甚至是每一个孩子或每一个老师的家庭 甚至带到的这个三好的力量 神圣的力量是影响到社区甚至社会 所以这就是大师所说的 人间佛教的一个神圣性 大师认为所谓的神圣性 不是一种高不可攀很高 我根本触及不到的 而是我们能够在我们生活里面 平时的如实的可以来做的 可以来实践的 而且在做的过程里面 我们可以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更进步 更升华的哦 所以这是大师所说的 因此的大师说什么 大师说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念 大师说什么 信仰就是神圣哦 修行就是神圣 当我们自己从凡夫 慢慢慢慢的进化到成圣 有没有成贤 这就是一种神圣的信仰之功哦 所以什么是神圣性 如果我们每一个佛光人 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里 我们能够去实践三好 做好事 说好话 存好心 当我们在工作上 遇到了很不顺遂的事情 或很不讨厌的人 他就在我们身边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办法 用做好事 说好话 存好心 或者是给人欢喜 给人希望 给人信心 给人方便 等等 当我们把大师告诉我们的这所有好的观念 当我们从我们的生活底层去实践的时候 他产生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 我想用一个故事来跟大家分享 在佛教里 大师告诉我们 我是佛 对不对 我是佛 尤其我们在皈依典礼的时候 大师都会跟我们说 来所有的信徒 请跟着我一起说 我是佛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 我们在有一位信徒 现在是督导了 那他在还没有学佛之前 有一位抗士 抗士藏督导 他还没有学佛之前 他有一次因为朋友的一个邀约 就听到有星云大师 要在佛光山某个分别院 要主持三规五戒 这样子的一个典礼 那当然当时呢 他们都只能在电视上看到星云大师 就很想能够亲自见到大师 那么他就答应这个朋友说 好啊 我跟你一起去皈依 受三皈依五戒 这样子 结果呢 他就去在皈依的过程里呢 他就大师啊 就到了一个环节 就说呢 来请大家跟着我一起说 我是佛 这样子 结果这个康师兄啊 他只有我是 然后到佛的时候 他突然呜住嘴巴 讲不出来了 他为什么佛讲不出来 就这样呜住啊 他想到呢 自己啊 满嘴巴啊 都是黑牙 黑色的牙齿啊 那为什么他会黑牙呢 因为啊 他都抽烟啊 又吃槟榔啊 台湾的槟榔 所以他满口的黑牙 他就想着 我满口的黑牙 博陀会是像我这样子的吗 就不敢讲出这个字 就把嘴巴给捂起来 而且想想呢 我不只是满口的黑牙 我呢 又抽烟 喝酒 赌博 当时的六合彩啊 台湾那种赌博 所有的坏的事情 坏的习惯 我没有一样没有的哦 当然他非常非常的惭愧啊 也就在当下没有说出我是佛啊 但是呢 他当下在那个皈依典礼的时候呢 他就对着大师啊 对着佛陀啊 他就发愿了 他就说 佛陀啊 大师啊 我回去呢 我发愿了 我一定要成为我是佛具足的弟子啊 他就在当下做了这个发愿啊 他回到家之后呢 他就开始一个一个 把自己的这些所有的坏习惯呢 一个一个的去除掉 一个一个的改掉啊 抽烟喝酒赌博 一个一个改 一个一个改啊 那他也开始到了佛光山 他的住家附近的别分院哦 去那里做义工啊 去服务啊 去广结善缘哦 当然大家都知道 在我们佛光会里面哦 是不是有选佛祭 就是要改选会长的选佛祭就到了哦 那那么所有的道场的法师啊 所有的师兄师姐都看到 哇这个康师兄啊 这么的发心服务啊 他就是我们下任的会长了哦 就每个人都希望康师兄来接任会长 他听到的时候啊 他说一折喜一折忧 欢喜的是什么呢 他觉得说太好了 我可以有姻缘 能够真正的行菩萨道 能够为更多的人服务哦 如果能够做会长 真的是太好了哦 一折忧 烦恼的是什么呢 烦恼的是 他当时虽然 有抽烟喝酒吃槟榔啊 赌博已经都去除了 但是呢 他当时还有满身的刺青哦 大家知道那个刺青哦 还在身上哦 他说呢 可是我满身的刺青啊 如果我做会长要去家庭普照了 我一定会吓到我的会员哦 哇 这个怎么有一个大哥来要跟我家庭普照了哦 我会吓到人哦 所以呢 他也担心自己的这个外向不适合哦 那么当然他后来发现要做会长哦 他就有14次的一个疗程要把这个刺青给洗掉哦 他用了忍痛7次就把它洗掉哦 那就在洗掉之后他又做了会长哦 那他有一天就跟法师们跟大家分享了 我今天终于可以再大声的告诉佛陀告诉大师 我是具足的我是佛的弟子了哦 我想在佛陀在大师告诉我们所有的法义里面 这所有的法再多都没有用 问题是这些法有哪一个是我们可以纳受的 有哪一个是我们可以用在我们生活当中去实践的 当我们可以去实践了 这个佛法就是我们可以去用的 我们就会去受用去纳受 才会是我们真正所需要的佛法 佛法给予再多如果我们不拿起来吃 也是没有用的 吃再多也没有用 因为你会消化不良 所以我想佛法在于实践 在于用在我们的生活里 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那么佛法才会真正的 在我们的生命里起到的是化学的变化哦 我想佛法像什么 佛法像空气 佛法他看不到 摸不到的空气是佛法 但是当我们的生命里 我们今天在线上所有的佛光人 当我们的生命在这一刻有因缘 听闻到佛法的时候 佛法在我们的生命已经不一样了 他就像空气一样 你以为他不存在不重要 但是没有他会活得很辛苦 甚至会死亡哦 所以我希望所有的佛光人 能够透过这两堂的佛法 让我们重新的来认识 正确的观念 然后并把它用于我们的生活里面 去实践他 就像我是佛 三个字可以改变的一个 从一个无恶不作的人 可以变成是一个发心的大菩萨 而一个三好 做好事 说好话 存好心 可以改变一个孩子 改变一个家庭 改变一个学校 所以人间佛教 看似是平常 看似是好像就是这样而已 大师说的我都听得懂 但是当我们真正去用起来的时候 他产生的力量 是非常无量的 力量非常非常的大 以上我用这么一点点的法语 来供养大家 希望大家都能够从里面得到自己受用的法 并能够用于自己的生活当中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